这样的一个说法引发了争议了 那么云林县长苏志芬被问到的时候呢 闪躲不打 说这个来说的时候 他是对什么印度进来嘛 所以我没可能说对中央就担任 我还这么说啦 断章取义 双冠长 像这种中央的民意代表 没有熟悉的事情 北平府你们欧洲高兵 这种日本是本事吗 但是我相信欧洲高兵不是在指我们纯朴的老百姓 不是在指这个啦 所以我刚才也给你认识 我当年来看法 我看你建设议员他不是道乡人